第七十八集 第五轻柔的信 这啥时候才能长大吗 这其中的分寸可怎么把握呀 太爱护了 就会造成一种长辈的感觉 那可就适得其反了 这种年纪的小姑娘 正是可塑性最强的时候 万一在心中留下一个根深蒂固的叔叔的印象 那可就万事皆休啊 若是太疏远了 却又会引起反感 万一让他从小就讨厌自己 那就更加难以收拾了 还有就是 莫清武的伤究竟该怎么样 这么想着 楚阳心乱如马 他的伤 久结见可知 正在浑浑噩噩的胡思乱想着 意识中那个声音突然出现了 久结见可知 楚阳如同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顿时大喜过望 不错 剑魂似乎也叹了口气 看来这家伙的心魔还真是顽固 一个九岁的莫清武 居然让这个大小伙子犯起了相思病 而且居然没练功 这可不行啊 莫要忘记 九结剑有提纯药力的作用 而且药中的精华 都被九结剑截留了 那才是真正救命的东西呢 剑魂无奈的说道 你看你的丹田 剑柄之处 楚阳心中狂喜 沉下心神去查看 只见丹田之中 那虚幻的九结剑 透明的剑柄之处 隐隐有着半滴 暗色的东西在那里 就是这个 不错 就是这个 只要让它成为一滴 便可以取出来 治愈莫清武的伤 不过 也有一个先决条件 只是单纯的积累药物 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你必须要得到九结剑第二结之后 再凑够这一滴九重丹的药量 才可以取出来 我会在最短时间里 不惜一切代价 凑够要量 然后进阶第二结九结剑 楚阳眼神一宁 但愿如此吧 不过我要提醒你 一年之中 恐怕你都达不到这种要求 剑魂提醒他 若是九重丹没有到那个火候 就强行取出来 那么 非但无异 反而有害啊 剑魂叹息了一声 本来我是可以将他催俗的 不过 不过什么呀 我差点忘了 你是九结剑的剑魂 必然可以做到 楚阳不由的欣喜 快些催俗 岂不就万事大吉 你笨蛋哪 剑魂无比的郁闷 你就没发现我是存在于你的意识里 而九结剑却在你的丹田呢 我都没有跟他成为一体 怎么催俗啊 再说了 这段时间 你抄家才抄出来那么点药材 九结剑已经全部吸收 加上原本在天外楼的累积 也才不到半颗而已 想要凑足了 谈何容易啊 再说了 这铁云城 你所能收集到的 都是普通药材 就凭这些 再吸收一百倍 也行不完啊 剑魂狠狠地给楚阳泼了瓢冷水 只要有希望 我就会全力争取 这些药不行 我就去找那些天才利宝 不管是偷是抢是骗 我都得弄到手 楚阳狠狠地说道 哪怕是打劫中三天 所有的世家大族 我也要凑齐这颗九冲蛋 有种 剑魂不知道是赞叹 还是无语地说了一句 然后就消失得无意无踪 这下子 这个小子 可算是有足够的动力和压力了吧 以现在的武士修为 居然想要去抢劫中三天所有世家 这不夸上一句 还真是有种 没别的话说的感觉 消失的剑魂 很是得意 楚阳则陷入了深沉的调戏之中 从来没有任何一刻 他渴望提升实力的心情 这样破剑 清武有危险 我要保护他 数日清晨 将刘翠湖天兵阁四处 查看了一遍 然后嘱咐了莫成羽一番 看了看游自在沉睡的莫清武 苹果一般的脸蛋 楚阳恋恋不舍的走了出去 来到补天阁 正见到成子昂愁眉苦脸的坐在那 见楚阳戴着猙獰的面具出现 不由得吓了一跳 做贼心虚一般的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昨天晚上行动没有成功 突然看到这老头不顺眼起来 本来心情就不爽呢 一大清早等待自己 居然又是一个行动失利的消息 看成子昂这老头子 寡妇死儿子一般的表情 楚阳就肯定的知道 昨天晚上定然是毛都没抓到 是 昨晚我们乔装打扮 蒙面进入唐府 却发现唐先生早已不知去向 他的夫人儿子倒是在家里 不过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我们只是不失了监控 并没有惊动他们 成子昂说得小心翼翼 说来也怪 成子昂五尊修为 高出楚阳不知道多少倍 但楚阳一瞪眼睛 成子昂就觉得腿肚子打颤 唐先生不知去向 老婆儿子却都在 楚阳在面具后面咧咧咧嘴 这货还真够狠的 为了固步一阵 竟然用自己的老婆儿子当成诱饵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老婆儿子 还只是幌子 不过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老夫隐隐听见震智的声音 却是有一只传讯的无形笋 飞进了唐家 被我一网其拿 成子昂有些得意 献宝一般从怀中 掏出一只鸟来 毕竟这无形笋 乃是来无影去无踪 想要抓住一只 实在是难上加难 不要说武尊 就是武皇 也追不上无形笋的速度 正是看不穿无形笋的伪装 但成子昂却是走了狗屎运 他没抓到唐新胜 就知道回去之后 必然会吃楚颜王一顿的训斥 于是他就一直 气而不舍的在那里蹲坑守候 东方欲小的时候 那只无形笋 却也无巧不巧的 飞越了数千里路来到这里 正是最疲累的时候 而且这时间刚刚好 已经是东方威名 无形笋却还处在深夜的伪装里面 浑身漆黑一片 岂能不引人注目 于是就被成子昂守株待兔 一举成擒 不错呀 难为你随身还带着网呢 楚颜不知是包是贬的说了一句 很是有些阴阳怪气 成子昂老脸一红 有些善善的不好意思 因为成子昂有着口腹之欲 尤其喜爱吃飞禽之肉 上到大鹰下到麻雀 对成子昂来说 无不可入口 无不是美味 所以他经常随身携带一只小小的网兜 越是难以捕捉的飞禽 对成子昂来说就越是美味 就算是平常在捕天阁 一旦有飞鸟接近 只要成子昂在场 那么稍后的餐桌上 必然会多上一道菜 这货贪吃到了连蝙蝠也不放过的地步 这纯粹是瞎猫抓到了死耗子 而那只无形笋就这么百般巧合的落到了他的手里 真的不得不说这是天术 凑巧的都让人无法置信 楚阳除下了无形笋大腿处羽毛底下一个小巧之极的竹头 从里面倒出了一颗小小的蜡丸 封得紧紧的 手指一捏 让蜡丸啪的一声裂开一道缝隙 从其中滚出一个揉成了一团的纸球 小心的打开 摊开 只见上面写道 微局 只有这两个字 甚是潦草 但却铁化银钩 字迹虽然潦草 但是从中隐含着一股庞然大气 稳重而又清零 落款是一个淡淡的印记 依稀可见 第五这两个字 这是第五轻柔亲笔写的 楚阳这句话让程子昂精神大振 看起来我还是低估了唐先生 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大鱼 楚阳脸色沉重 极为细心的将第五轻柔写的这张便条 放进了怀里 第五轻柔的金马骑士堂 负责情报的人多不胜数 但是却亲自执笔为唐新盛写了这么一封信 这其中的含义 楚阳如何不知 唐新盛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这纸条上的字迹大气磅礴 却又本重清零 坚而有之 虽不见锋芒 却似是韬光养晦的绝世神剑 内脸之中充满一种奔放天下的姿态 剑字如剑人 楚阳相信 除了第五轻柔 别人未必能写出这样的字来 这可是个意外收获呀 欲作 这只无形笋 程子昂小心翼 不自觉的扎到嘴 眼中露出一副蝉像 无形笋可是传讯宝贝 楚阳并未发现他神色异常 沉思的问道 可能驯符为我们所用吗 程子昂遗憾的摇摇头 无形笋 一生之中只认一个主人 这种成年之后 而且能够传递消息的无形笋 绝对没有驯服的希望 楚阳淡淡的呕了一声 可惜呀 欲作 这无形笋可是美味呀 程子昂觉得无形笋没用了 他咕的一声咽了口唾沫 闲着脸笑道 你是说 吃 楚阳震惊地看着面前 这一脸猥琐的老头 再看了看 手里头那还不如一只麻雀大 不足二两种的无形笋 忍不住一阵无语 剥了皮 去了毛 再去了内脏 恐怕也就是一两肉 这个老货 居然还想用来下酒 你除了吃 你还知道什么 楚阳王一摆桌子 勃然大怒 破口大骂 这么有价值的东西 居然想要吃掉 楚阳王觉得这样的行为 简直不能原谅 再说了 今天正是内忧外患 最烦躁的时候 楚阳王正缺个出气筒呢 而程大堂主 为了口腹之欲 就这么凑巧的赶到了枪口下 楚阳王哪还会客气啊 顿时就是狂风暴雨 外加雷霆闪电 程子昂脑袋一缩 垂下头去 只觉得已经有些泻顶的头皮上 如同下暴雨一般 被楚御座 喷得满满的全是口水 外边 补天阁所有成员正在训练 听见里面突然间就雷霆暴怒 人人都是静若寒蝉 相互的看了一眼 都有些幸灾乐祸 这谁这么倒霉啊 居然一大清早的 就被楚阳王给抓住了 咔 真是同情他呀 一干人脸上眼中 纷纷含着幸灾乐祸的神色 却是一板一眼的练起功来 人人都拿出了一种 就算练死自己 也要练的那种劲头 万一玉座出来看见 竟然会褒奖两句啊 去 让陈雨彤把唐欣胜写的 奏折和文章什么的 多给我拿几份来 另外 好好地照顾这只鸟 它要是少了一根羽毛 哼 成堂主 后果你知道 楚阳哼了两声 至于唐欣胜的下落 暂时不要大张旗鼓地搜寻 唐家附近安排的暗线 也都撤掉 成堂主 只要你一个人监视就行了 别人功力太弱 万一被发现 那么一切计划 可就全都付诸流水了 成子昂连连成事 抹着头上的兔抹星子 和被吓出的冷汗 倒退着出了门口 这咋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啊 这下倒好了 啥功劳也没有 还被臭骂了一顿 然后又被塞过来一个枯燥到了极点的任务 成子昂一出门 外面的人整整齐齐地吓了一跳 我靠 挨讯的 原来 原来竟然是补天阁的第二号人物 成堂主 成那人呢 连自己的副手都这么慢 大家心中震惊的同时 也纷纷做出一副目不斜视的样子 心道 若是被成堂主当成出气筒 那可就倒霉至极咯 一个个心中默默的念叨着 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猎虎堂所说 成子昂摸着脑袋出来 看着这帮家伙 人人衣衫整齐 突然一股子邪火就涌了上来 他识破天惊的大吼了一声 今日 假练三倍 第七十八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